莱斯大学教授比尔·阿诺德刚刚从他的阿拉斯加钓鱼之旅归来 在那里他拍摄了许多原生态的自然景观 这是我到过的最特别的地方 所以我对保持阿拉斯加的美非常感兴趣 但是作为一名前翘牌石油公司的主管 他认为新能源开发和保护自然环境可以兼得 在这一点上环保人士与他不同 他们谴责美国石油公司在北极的项目 并对奥巴马的决定表示失望 北极地区的开放是全球变暖 致使北极冰融化的结果 科学家得出结论认为 全球变暖很大程度上有燃烧化石燃料 有石油分离起 而北极地区正式富含石油 世界上未谈名石油和天然气的大约25%在北极地区 俄罗斯的领土与大约一半的北极地区接壤 俄罗斯认为北极地区对其能源生产至关重要 我认为他们的观点是传统的资源日益减少 他们需要找到新的资源 世界上最丰富的一些资源就蕴藏在那里 阿诺德说 北极地区的开放还有其他战略意义 他说 俄罗斯在该地区具有实质性的军事存在 而美国的活动范围很小 他还说 一旦冰层融化 许多国家都会开展北极航海活动 他的简历实际上是未经检验无人知晓的 但是在那一地区掌握在相对狭窄的空间里 进行环绕航行的能力至关重要 至于美国的能源生产 阿诺德说 俏派石油的勘探成本 大概需要7到10年 才能被大规模石油开采带来的收益和补偿 美国之音 弗莱库斯 休斯顿报道 由莫与国报